永齐 你是真这样看见他 的确是四哥独自先进了树林 儿臣在看见皇阿玛的时候 他已经倒地了 昨夜 永齐和臣妾说了这件事 臣妾心里就觉得不安 怎么偏偏就这么凑巧 四阿哥刚好在旁边 舅舅嫁了呢 另外 傅恒这么快就找到了刺客的尸首 也不知道 是不是怕皇上责难 所以胡乱应付的 若是如此也是寻常 如今刺客的尸首也找着了 若是没有明镇 这事还得先压一压 皇上朕宠着永臣呢 如果我们去泼冷水 难免让永齐落得个 嫉妒兄长的罪名 臣妾也觉得 永齐在这件事上的处境 略微尴尬 四哥现在很是得意 得意好 得意容易失了分寸 咱们且看看这事怎么发展吧 竟有行刺之事 皇帝还受了伤 幸好伤得不重 太后放心 奴婢已经拙人去传话 以表太后对皇上的关爱之意 只是这件事 只是这件事 太后是否要派人彻查 不可 如今正是风声鹤唳 皇帝最是疑心的时候 哀家若是贸然过问 反倒惹皇帝不快 太后也是关心皇上 倒怕是皇上多心事的 反而疏远了 不是亲生总有嫌隙 哀家如今只求女儿安稳罢了 于哲 只当自己是个 值懂享乐的老婆子好了 听闻这回 四阿哥救驾有功 皇上欣喜异常 看来 家贵妃要母凭子贵了 有个好儿子 自然是福气啊 父家 恒绰有多久没来信了 有大半年了 太后 来信是平安 不来信也是平安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恭喜林大人回宫啊 多谢李公公 此次不同往日 林大人深得皇上器重啊 微臣能活着回来见到李公公 已经是微臣的万幸了 皇上在木兰围场受惊 宫中加紧寻访 林大人是皇上信任之人 排班日多 人也辛苦 是该成个家 有人照顾您了 李公公 微臣能再次回到宫中 侍奉皇上左右 已经是微臣的福气了 实在不敢一意即为您 但皇上赏罚分明啊 一定会给林大人 一个恩典的 我去 南翠 来来来 我跟你说个事 我等着给主领域月凤去呢 你找我什么事 我知道令主失仇 你们日子也不好过 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 林云彻回来了 林云彻 他现在可是救驾的功臣 我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若是托林云彻给你们美颜起居 那令主的恩宠 不就又回来了吗 他真的回来了 他还领了重赏呢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林云彻回宫了 千真万确 他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了 数位皇上日夜不理 多少宫女想嫁给这位新贵呢 他回来了 他没事了 你下去吧 是 奴婢告退 林云彻回来了 金钟不会再害他吧 主别慌 林大人这回回来的体面 得意 敬忠也不敢随便动他 但愿如此吧 慕兰秋显之事 虽然刺客已死 但终究是围场官员的失职 你们认为这该怎么做 事有牵连者必得重责 才能警戒后人 林云彻 不 您在围场当过差 你觉得呢 回皇上 微臣才疏学浅 只不过是一介五夫罢了 实在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还是以皇上的圣心裁断为上 永昌呢 儿臣以为 此次秋显之事查不出元凶 也是因为围场服役之人过多 一时难以彻查 皇阿玛若是都要责罚 谁还能为皇阿玛继续查人呢 永昌啊 永昌啊 你是朱子中罪长 本应你来救驾才是 一来 你救驾来迟 实属不孝不忠 能力不足 二来 你事后疏漏 为了孤名钓狱 不明则罚 三来 你不顾朕的安危 不顾及朕的性命 实属大不孝 皇阿玛息怒 儿臣不敢 出去 儿臣告退 永昌请求 宽恕木兰为常之人 那天之事 是否和他有关 奴才不敢妄言 皇上 微臣以为 三阿哥是皇上的亲子 想来不讳 天家父子 不比寻常人家 可谓父子 可谓君臣 也可谓仇仇 朕不得不尽心哪 皇上多虑了 皇上年富力强 没有人敢 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来谋害皇上 那木兰为常逐人 你们认为当不当罚 有错当罚 有功当赏 皇上 林英彻 你护驾有功 年过三十了 尚未成家 朕替你 找了个合适的人选 名叫茂茜 他出身香兰旗萨克达市 是个满洲格格 阿玛云是笔铁市 如今 他孤零一人 家里没人了 和你倒是挺合适的 皇上 微臣出身下午期 家境品位 恐怕 配不上这个茂茜姑娘 你是朕的御前侍卫 有什么好配不上的 莫非 是看不上朕的止婚 林大人 我看你是欢喜傻了吧 快谢恩哪 微臣谢皇上恩殿 这花儿挑得不够仔细 林汁再洗得干净些 是 挑仔细一点 皇后娘娘 林大人来了 微臣请皇后娘娘安 回来了 是吗 皇后娘娘 您让微臣堂堂正正地回来 微臣不敢辜负您的期望啊 回来就好了 本宫还要多谢你救了皇上呢 那是微臣的本分 有功也不忘本 才能在皇上跟前长久 皇上这次亲自赐婚 是无上的荣耀 皇后娘娘 其实微臣从来没有想过 成婚之事 此番皇上赐婚 实在有些意外 男大当婚 女长虚嫁 娶妻身子陈家立业 就是另一种日子了 皇上这次给你挑的冒歉格格 也是出生好人家的 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是 家中有人为你操办婚事吗 微臣的父母 早年就已经双亡 江宇冰和索欣在京城呢 本宫会吩咐他们与你操办 多谢娘娘美意 娘娘 这是十二阿哥吧 微臣在木兰围场的时候 就听说娘娘喜获玲儿 微臣在此贺功 祝皇后娘娘与十二阿哥 将来的日子可以平安顺遂 你有心了 给皇后娘娘请安 林大人也在啊 李公公 这回宫多日 都没有向皇后娘娘请安 今日特意过来拜见 李公公来了 皇上说了 晚膳来益昆宫 请皇后娘娘预备着 本宫知道了 自从十二阿哥出生 皇上的心酸是被挂住了 几日不见就念着 皇上 主 皇上今晚是要陪皇后娘娘用膳 才没空见你 下回吧 总有下回 林大人 微臣给令妃娘娘请安 你回来了 是 别来无恙 微臣一切都好 你等等 听说 你已经高升了 皇上也赐了婚 即将娶妻 恭喜啊 多谢令妃娘娘 冒范的阿玛 好歹是个小官 比本宫当年出身好多了 这门婚事 你可满意 皇上安排的 自然是最好的 也对 你我都非从前的自己了 那时本宫总以为 嫁的人会是你 令妃娘娘 总是会选择更好的 本宫不过是个不得宠的女人 有什么好不好的 不过本宫心里知道 你并不喜欢这个妻子是吗 你心里还有本宫的不 娘娘 你是主子 没人心得本宫 你连哄一哄本宫都不肯吗 娘娘所愿只有皇上才能做到 微臣还须当职人 就此告辞 初儿 以后还是少和林大人说话吧 免得敬忠公公知道了 又要删除是非 她即将成婚 可本宫看出她并不高兴 春春 她心里还是有本宫的 可还有什么用呢 朕看过你的功课 也问了师父 知道你学业骑射俱佳 听说最近盟语 还有御氏化也学得不错 儿臣的额娘便是御氏人 所以儿臣也学了些 将来也好应对方便 极好 朕的万寿节 会由御氏一族使者来贺 到时候 替朕好生招待他们 是 皇上最近常在臣妾宫中用碗膳 臣妾正在犯愁 布置这些菜式 皇上可都吃叙了 这道人参鸡汤极好 清淡不油腻 又能够提臣 此次朕的万寿节 御氏使者来贺 永成举止得宜 应对自如 很得朝臣们的赞赏 你呀 教子有方案 永成自觉是皇上登基后的 第一个皇子 世事用心时分 深恐给皇上丢脸 永成啊 虽然年纪不大 但知进退 识大体 文武兼修 身具孝心 是为诸皇子的表率 是该好好嘉奖 朕打算重阳节之后 别封永成为贝勒 臣妾谢过皇上隆恩 永成取了福建都没有封绝 怎么四阿哥就封了贝勒呢 虽说长幼有序 可是永成救驾有功 皇上是赞许的 四阿哥救驾有功 皇上怎么赏都不过分 可是皇上 皇上好歹也得顾及永章的面子 一并封了贝勒也就罢了 偏偏就把永章丢在那儿 前些日子还把他好一顿数落 绿云 这话处离易坤宫可不能再说了 若是被旁人听见了 还以为是永章不睦兄弟 抱怨皇上呢 是臣妾糊涂了 皇上喜欢永成 固然是因为他救驾的孝心 若永章也能体悟皇上的心意 不也是孝道吗 娘娘的话 臣妾记下了 请皇额娘 额娘 淳娘娘安 起来吧 坐 容佩 去将秋梨雪尔汤拿过来 是 吃点点心吧 谢皇老娘 我二哥回来了 那臣妾就先走了 我二哥回来了 臣妾告退 永琪 今天师父都教了些什么呀 今日四哥不在 去了皇阿玛那里 师父就没教新课 师父说 往后的课业都以四哥的进度为准 四哥若是不在 你就先缓一缓 我认识 我专门 我说是 我对你 你真是在 水恩 你不在于就 你不在乎 我说是 你不在乎 你还在乎 就好好磨练自己 桃光养晦 避开你四哥的封王 皇上娘的教诲 儿臣都记在心里了 朕盼着勇姬快快长大 可以为朕分忧 皇上也太心急了 朕最近见你啊 瘦了不少 晚上也不这么用 是否是照顾勇姬太累了 如今还不累 接下去恐怕有得累了 怎么说 将雨冰给臣妾整脉 说臣妾 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好啊 好啊 你这么快又遇见了 朕真是高兴啊 皇上是不是又想要了皇子啊 有了勇姬啊 你这一胎是男是女都好 有了皇子呢 固然是锦上添花 但若是公主 可谓是儿女双全 好 甚好 好 好啊 大人 恭喜 大人 大人 恭喜 大人 一败天地 一 二败高堂 第二败一起 二败